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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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塑重工同仁 宋瑞雄先生在 十一月十號 來這邊登山 那 後來沒有跟家裡面的人聯絡 那家人在十一月十號 那邊凌晨就報案 報為失蹤人口 那麼我們從十一號 一直找到今天 今天禮拜六 今天是十六號 找到這麼多天 我們每天動用的人力 那麼大概都有那個 五十位到八十位這邊 每天的那個就是全力的搜尋 那這段期間也非常感謝 我們的南河派出所 而且也非常感謝 我們春日消防大隊這邊 也感謝我們的消防局 警察局這邊的長官 給我們那個相當大的資源 那麼我們持續的搜尋 那麼昨天有發現到一些就是 比較明確的目標 那麼今天就朝那個方向 我們今天大概動用了六十幾位 人員 全力的搜救 那麼山青獵人這邊 在一大早七點就已經 進入登山口了 那要趕快像那個就是 他們所說的小崩壁的地方 去做這個就是 繩索垂降 那麼趕快把這個人員把他救出來 我們這個宋先生 他平常是登山的愛好者 有登過幾座大山的經驗 百岳的經驗 那麼今年特別喜歡爬山 那這一次 那麼他是一個人來 之前他是有 兩位三位跟他一起爬山 那這次他就比較舒服一點 就非常抱歉 造成我們當地這邊的困擾 這邊就是那個就是 用公出 在我們的那個就是 辦法裡面有一個公出 公出出來這邊 那麼我們志工的話 我們有那個就是 志工的一個管理辦法 我想這邊也是要告訴 那麼我們社會大眾 或者是我們山友 千萬不要一個人 那麼到深山裡面來 那雖然就是說那個 看起來山路好走 但是有一些 不可預期的 那個就是因素在那邊 可能會 讓這個登山的那個就是 過程會造成不順利的情形 那 務必啦 要結伴多人 來爬山才是正確的方式 這邊是南九寶山 這邊是往北九寶山 這邊他們安部 那我們同仁他是往南九寶山這邊下來 可能在這邊 有什麼因素不曉得 比如說要照相怎麼樣走來這邊 但是可能那個就是 就是有了一些那個碎石 潑的地段 是不是從這邊滑落到這邊來 這樣子 那他們昨天就是那個 泰伍所的那個副所長 鍾先生 這邊的那個就是呼喊 喂 喂這樣子喊 然後等了一下子 有七個人聽到 一聲 喂 這樣子 微弱 不過這相當遠 嗯 而且已經有那個就是霧氣下來了 下午四點的時候 嗯 那消防局那個 局長那邊我已經跟他聯絡了 他說隨時那個有狀況 那個出現的話 他那邊會立刻支援 嗯 直升機啦 救護車等等 嗯 這有空嗎 沒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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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還好啦 還好 要準備過夜嗎 對 要過夜 哦 就不必趕來趕去啦 對 我這個堂弟是很憨厚的人 嗯 很憨厚很耿直的 嗯 但是真的我也沒想到說 他會到 一個人會 會爬到 跑到這裡來爬山 嗯 他要登山的時候 有跟他太太講 那這次沒有 也有講 嗯 但是他是說他去挑戰一個極限 哦 要去爬一個山挑戰極限的 嗯 就這樣 嗯 他以前那去爬山呢 都是 早晨去 很清張簡便的去 嗯 早晨去下午就回來了 嗯 他就想說 跟以前一樣啊 早晨出來 下午就回來啦 傍晚就回來啊 所以說到了那天晚上 十點多了 沒有回來 嗯 家裡緊張了 嗯 他太太趕快去報警 嗯 抬送那些馬上 採取行動 第二天呢 禮拜一的時候 趕快採取行動 嗯 就開始說 說救 嗯 禮拜天中午的時候 在前面山上就碰到 有獵人碰到他 對對對 很斯文很文靜的人 怎麼一個人膽子那麼大 跑到這個荒郊野外 那麼小的山路 真的才不可思議 嗯 都是問的結果 就是說都是很 都是好的現象 是 還有 都是講說他 還在啦 嗯 就在這附近這裡 嗯 聽說那個神喔 講的 五段喔 他說在碰到獵人的附近喔 哦 神說碰到 他碰到獵人的附近喔 哦 哦 這裡就是 那裡有寫嘛 一個新白鹿停車場 哦 他車子就騎在這裡 我 弟弟是60歲 滿60歲 哦 48年的 收舊犬已經 他昨天喔 昨天進山之後 嗯 就 在裡面紮營 早上繼續往前走 嗯 他早上有傳出一個熱區來 早上有跟南區的人講 就是說 嗯 往那個熱區再去做 深度的搜索 哦 對 那因為訊號 我們跟他聯繫比較不方便 所以他這邊 他那邊如果有什麼 就傳訊息來 我就可以收 哦 這個收舊點 收舊犬是從 台中我們 就是商擠他下來 他大概大概十一點多 就抵達到 我們屏東 嗯 然後我先帶他到 這位家屬家去做採樣 嗯 因為收舊犬需要做一些 嗅覺的一些 判斷 對 然後我們取了他 我們同事的這個鞋墊 因為鞋墊是屬於 在腳裡面比較屬於 是封閉型的 嗯 氣味上比較不容易做干擾 哦 所以他就把這個鞋墊帶著 然後第二天出門前 嗯 讓收舊犬再一次的記憶 哦 因為收舊犬他 那聽那個成交官講說 他在 呃 清晨啊 的作業能力是最好的 要去哪裡 要去哪裡 要往那個 酒保山 幹嘛 酒保山跟藍酒保 你在幹嘛 在找尋 在找尋 哎 因為我們知道前幾天 有一個人 花山山岸 嗯 啊 剛好也是說是台塑的朋友 嗯 啊我們就是說 剛好今天有空 啊利用這個時間 過來這邊幫忙收舊一下 所以你們是台塑的嗎 不是 不是哦 大豐壁 大概那個附近 大豐壁 大豐壁附近 他說他們會到 哦 收舊犬 昨天就在這裡 啊大豐壁是 一堆一大 哦 那個最大塊那個 對 啊怎麼樣 啊怎麼下山的 啊 啊是哦 啊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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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 嗯 啊 哈 嗯 哦 哇 嘶 你覺得八豬豬肉一條麥就看不到,看不清楚 我是收救權隊 哦,收救權哦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 然後我沒辦法去管道前神 你一出去的話,每個人都找我,我拿手的了 今天早上,今天早上就在身上 哦,就在那邊哦 對,我就直接從阿布那邊開始找 哦,那幾點開始作業 啊,幾點開始作業 天剛亮就開始作業,差不多五點多快六點吧 沒有啊,我老闆人家很照顧 你看 你哪家公司真的找不到這種老闆還有員工那種相親 對啊 你問老大哥啊 真的,我們真的會覺得很感動 而且,再來就是說 那個,我們部落的那個,像阿山他爸爸 那個 胡達山他爸爸 好幾天都拿那個小米酒上來 對,那個咧 真的,我非常感動 很感動 還有那個,從賣了那個王長志啊 都下來啊 在賣了那個蘭亞上班也趕下來 嗯 真的啊,那個 除了公司那個 老大這樣子那麼用心 還有我們那個 呃,原住民這邊的那個 獵人啊,山青 哦,真的,沒話講 嗯 看到人性的那種 山的一面 山的一面,真的很感動 嗯 那個,從民族看得出來 那個,總人數嗎 總人數,我今天有九十三個人啊 九十三 九十三個人 啊,進路山的有 路山的 75個路山 我們剛才 包括類人他們就是我們爬到 那個秋寶山三條頂 嗯 那其他人 也有到山谷 嗯 分開啊,有一個到九九樓 左邊一個是 往北邊的九寶山嘛 嗯 然後九九樓還有 南九寶 嗯 然後 大部分都到河谷去找 去尋找還是找不到人 嗯 所以範圍已經收小 大概都是在九寶山一帶啦 嗯 因為它那個是叢林密布嘛 嗯 面積又大 嗯 我們走路齁 我們人要到的地方有限啦 嗯 這邊收過以後 我們再換一個地方這樣子 慢慢地毯式這樣去搜索 喔 我相信一定會找到他啦 嗯 希望我們的那個 山神能保佑啦 我們的祖林啊 喔 平安下山啦 問滿多的了 喔 然後那個 那個答覆是怎麼樣的 我們最後一次去市區恆村的 喔 我其實沒有 那是村長介紹的 不知道哪一個村長 對 然後我們今天去問的結果 他就是說 請我們就是回來的時候 嗯 多注意右手邊的部分 多注意右手邊的位置 喔 那我們其實一開始也沒有很相信說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右手邊就是山壁啊 嗯 可是後來我們一直到南九寶山的時候 嗯 我們回來的時候其實 左邊是懸崖 右邊其實是還有路的 嗯 所以我們今天有簡略的搜索那關 因為當時已經是兩三點的時候了 我們有盡量走啦 盡量往後走 走到就是 沒有路的不然就是 那邊就是帝王蜂的 領域的時候 我們就沒進去走了 那大部分的位置 我們有搜啊 對啊 然後 他前半段就是 有搜救權 就是爸爸的氣體有在那邊 就是 徘徊那邊蠻久的 我們早是沒有啦 但還是 詳細的部分沒有那麼確定 呃 我們 今天 南河列人組喔 嗯 這個拿 南九寶山 南九寶山 以西的 以西的面喔 嗯 都是 岩壁峭壁啊 嗯 我們岩 峭壁下方極樹林啊 都 尋得很仔細啊 嗯 而且 我們一大早就開始說 說到現在才下山 還是沒有搜尋到 很遺憾啊 那我們繼續努力啦 我們今天列人組有十九個 嗯 下坡切到 這個 圓壁下方啊 因為 路程比較艱難啊 你幾歲啦 你幾歲 十七 十七喔 你在這邊幹嘛 你第幾次 第六次 你為什麼要跟 他們叫我們的啊 是寶寶叫我們的 哦 你姓什麼 蔡 蔡什麼 蔡東翔 蔡東翔 對 聽說你一直用跳的呢 對啊 為什麼 在找人啊 想趕快找到啊 你有帶東西嗎 有啊 背他們的繩子啊 有多重 沒有很重 二十而已 二十啊 你們煮的那些東西 煮的這些東西 嗯 這些也是他們負責的 他們是誰 對啊 他們啊 台塑 台塑 所付東西 要準備他們那些要吃的啊 飲料啦 還有那些泡麵啊 煮開水 煮菜 他們來的時候 他們回去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做整理啊 對 所以 他們下山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全部大整理 整理完才下山 有時候都會熬到六七點多 才可以回去 那都打燈了呢 對 這裡沒有燈啊 然後只能起火 哦 對 用起火的方式這樣子 你是志工嗎 還是 嗯 應該算志工